創刀 哈囉大家好 我是謝傑好 那相信大家有看我們上一集影片的朋友們 應該會知道我們這一集會請到一位重量級的來賓 來跟我們介紹一下 Silma Evolution他的一些更多的細節 那我們今天非常歡迎台大森林系的張教授 大家好 好,那我們今天主要是要Focus在這個Selma的一個新的製程叫做Evolution 我相信很多朋友看完上一集的這個影片之後應該都非常非常的有求知欲 想要知道我們再來的這個細節是什麼 所以我們今天特別請讓張教授來跟我們聊一下這個Evolution這個東西 這個Evolution這個樂器在它的官網上有宣稱就是Selma自己開發了一種Bio Plastic Bio Plastic其實是指的就是說從生物質轉化過來的這個柱子材料 那因為它沒有他們的專利其實我們不知道它的內容是什麼 但是它這個從它的這個管徑上管的這個結構看起來 它其實在上管的上半部的這個地方其實有多附上了一層這個他們所開發的這個生殖的塑膠 那因為我們平常在吹皺的時候其實管內會累積蠻大量的水氣 所以我們在結束之後通常都會需要用通條把這個水氣的部分給擦拭掉 那這個水氣其實因為有可能會讓木材吸收 所以木材吸收水分或者是說水分從木材裡面離開的時候都有可能造成木材的變形 那附上的這一層他們開發的這個樹脂呢 應該是大大減少了這個木材去吸收水分的這個機會 那因為減少了這個吸收或者是托付水分的這個機會呢 那應該也會讓這個樂器的尺寸安定性比較能夠提升 大概是 所以這個聽起來對於我們這些演奏者來講一個很大的關鍵就是它的這個防水性 就是讓這個木材的本身的狀態會再好一點點這樣子 就是會比較穩定 尺寸比較穩定 尺寸穩定這件事情對於樂器是很重要的 就是它只要不變形對於它的音準或者是說其他的方面都會比較安定的 那我們另外在官網上還有看到說它有一個它提到一個叫做熱傳導的這個效益 那可不可以請教授幫我們解釋一下這件事情 OK 關於熱傳導這件事情 因為木材本身並不是一個良好的熱的導體 所以意思就是說我們如果想要讓這個樂器能夠達到一個比較能夠穩定吹奏的一個紋路的狀態 所以我們要花的時間可能需要一點時間 那所以我們自己官網的宣稱是說他們的新設計是可以讓這個熱傳導的效率變得比較好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那理論上應該是可以讓這個樂器比較快的時間之內可以達到良好的吹奏的狀態 這樣應該也是可以讓這個演奏更有效率 是是是因為我們知道我們很常就是老師們在這個學習的過程當中都會跟我們講說 在上台之前一定要好好的熱嘴熱管 然後把這個管子熱了之後才可以有一個比較好的良好的吹奏的狀態這樣子 所以我相信這個Evolution它現在做了這個特殊的設計之後起來 應該可以讓我在熱樂器這個時間可以縮短一些些 感覺上應該是這樣 是是是是是 所以應該對我們在催奏上的這個效益應該會提升不深 所以總結這個Evolution這個事情 它其實就是兩個大的特性 就是第一個就是 防止這個木材的這個狀態 讓它維持一致一點點沒有太大的改變 然後第二個就是官網上它上面講的這個熱傳導的效益的這個提升 所以它主要還是說Focus在這個上階關的這個設計上面 那比較容易列的就是我們上階關這個部分 所以我想這個地方應該對我們之間的演奏者來講應該是一個很大的 吹奏的感受的提升 所以我非常非常推薦大家說之後有機會可以來試一下這個Evolution系列的生活檔案 那我們今天非常謝謝張教授來跟我們聊一下這個Evolution系列的樂器 謝謝大家 掰掰 沒問題